我们看到这些会闪烁不停 跟着节奏的灯光 有没有发现灯光像在跳舞 那么事实上我们现在仔细看仔细听 会发现这个声音 它其实是取自于新竹在地的声音 包括了像是火车站的月台 还有像是海边的海浪声 微离开我们以后 深流量 新竹火车站 新竹海边的海浪声 摇中盘的声光艺术光电兽 集合新竹在地的声音 形成具有特色的新竹意象 你可以想象 其实就来看一个小的演唱会的装置吧 它不管是翻译声音 还是跟声音拉出的对比 还是它有时候是光自己的与会 它都在创造观众在那个现场 跟你听到的声音 跟光跟环境的整个的一种感受性 光电兽设在新竹护城河公园 新影平常不特别关心艺术的阿公阿嬷 也很好奇 不错啊 上次我看到一群小孩在这里玩 它是一个装置艺术吧 我觉得它有一点摇滚动力的感觉 大学念的是室内设计 研究所念科技艺术 姚仲涵的声光艺术总是因地质疑 依附着空间存在 重新定义建筑与空间 创作初始灵感来自日光灯 一次意外发现日光灯在开关时 会有几秒闪烁与声响 仿佛在说话 寻常的照明器具 启发声光创作 重新拼贴 创造出令人惊喜的艺术 我觉得听音乐或者说听噪音 它基本上像是一个旅程 日光灯每个人家里都有啊 所以开灯的时候 你很饥渴的话你就会听到 很小很小的声音 那你就会再去关注它 探索它跟哪个麦克风上去 你就会听到更清楚的声音 大家视为噪音的声音 听在姚仲涵耳里却如至宝 把录好的声音存进电脑 透过数位音讯程式撰写 重新编辑 搭配感应装置 它的双手像在空中跳舞一般 来回舞动就能玩出 如电子节奏的音乐 声音它可以转换成 数字也许是零到一百之间 那我可以跟电脑说 超过多少时候我要干嘛 比如说超过五十的时候 我要它亮这颗灯 或是那颗灯 或是怎么样 就是这是可以去设定的 时间不停变化 让人分不清此时此刻 姚仲涵说人类以时 分秒的度量方法 将时间分割成 数个细小单位 成为一种连结世界的工具性系统 日光灯从通电到亮起 所需的时间超过一秒 借此物理性限制 让作品时光 呈现出一种来不及显示 或期待下一个时间到来的 时间感受 它需要三到四秒才是全亮的话 但是如果我在 我用这个材料去显示时间的话 那很明显的秒 就一定是个破碎的数字 因为秒就是一秒一秒再切换 也许一切到二的时候 有部分是重复 所以那边可能就会亮 有机会全亮 那其他就会一直闪烁 所以我就把它拼成一个时间 姚中涵将生活中的噪音 当作创作材料 变成了音乐 发生奇妙的感官变化 噪音可以是毁灭 也可以是心声 感谢 感谢 感谢